面对重大危机 越岸离正常的默克尔 罕见的又出来 跑出了三大警告 试图呢 敲醒欧洲 敲醒中国 但是这个三大警告的背后啊 这也暗藏着对美国的指摘 可以说默克尔说的话是 具体切断的要态 问题是 现在说还有用吗 欢迎来到讲究观察 我是 默克尔非常罕见的在 国内科尔基金会活动中呢 公开露面 就国际形势坦率发掉了他的看法 默克尔提出的第一个警告就是 普京的话 必须认真对待 都要以为普京是虚强的 认真对待 那绝不是我们软弱的表现 这是政治知识 第二个警告就是呢 要创造自己回旋的空间 保留回旋的余地 最后他还警告说 必须着眼于第二天 也就是未来 这第三个警告啊 非常的重要 这第三个警告呢 是在什么时候 他说出来的呢 就是他有人啊 就向他提问 说这个 现在啊 如果是换了克尔 就是德国的领导人 改变换了克尔 那么克尔应该怎么来处理 一个德国危机 克尔呢 是德国的前总理 非常的著名 他在他任内 实现了两国历史性的首席 这个克尔也是默克尔的 政治导师啊 默克尔能够发展到今天 那默克尔在这个时候 提这么一个问题 实际上 他就在问这个默克尔 如果说 你还在台上的话 该有 默克尔的回答呢 他说是如果 克尔 他会尽一切努力 保护和恢复乌克兰的 克兰 以及领导 但是呢 还会酌言于第二天 在俄乌冲突之后呢 有一天 融合去重新发展 俄罗斯的关系 说起来 默克尔的这一段话 针对性是非常的强的 他在敲打德国 宪政党和欧洲 也是对美国 调起俄乌冲突的固满和指摘 通过默克尔的谈话 我们能看出三个问题 第一 默克尔我们都知道了 他出生在德国 并且成长在德国 所以非常透彻的了解 两个社会的运行模式 也深知俄罗斯 都重新的停止和进 如果俄罗斯在战场上 全面的失利的话 甚至会危及到 俄政权可能被监复 这个俄罗斯国家会出现 解体的时候 那会是一个什么样的结果呢 俄罗斯的手上的那些核弹 制造是战术核武器 绝不是个摆设 而且普京他说过 如果俄罗斯不存在了 还要地球干什么 这个话我们觉得 这是一种曲杖收拾的打法 但在默克尔看来 真是一个真话 要是把一个核大国 逼到绝境的时候 将是一场彻头彻尾的灾难 既是乌克兰的 也是俄罗斯的 也是欧洲的 而欧洲的灾难 那首先是德国的灾难 第二呢 默克尔他毕竟是西方的政治家 他一定会站在西方的政治立场之上 站在德国的立场上 那德国呢 必须去支持乌克兰 以确保乌克兰 本身的民法和观者 那可不是政治正确的 这是欧洲和德国 必须利用安全秩序 但是呢 要处理这个事情 要支持乌克兰 需要智慧谋略 和具体可行的政策 第三 很显然 默克尔所说的这一节 欧洲和德国 现在谁也没有怎么去做 而是极端偏执的意识形态第一 而且美国呢 也正式利用这一点来放下欧洲 这是欧洲和德国的悲剧 默克尔深刻的认识到了 欧洲现在的汉多领导人呢 不是缺乏政治智慧 而是缺乏常识和智商 而且讽刺的事情 还就在这两个 他当年组织开通的这个北极管道 又被神秘的炸掉了 欧洲的危机 绝不是俄乌春孙色的简单 也使呢 让他面对一个非常可怕的危险 感谢观看